作曲 李宗盛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明月将我心写起碧雾 留下无悔的祈宿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绽放半世的光束 点小白 这是哪儿 啊 我怎么从来都没来过这个地方 难道以前有人住在这儿 这缸里是什么 打开看看 原来是野生葡萄酒啊 这还有野生葡萄酒呢 我回来了 你跑哪儿去了 大伙都快急死了 有什么可着急的 我都这么大个人了能出什么事啊 爹 你就知道游山玩水 不武正义 你知道吗 你的师哥师姐们 都已经通过考核 可以出师了 真的啊 恭喜各位师哥师姐了 薛姐姐 那你到江湖 可什么事都得分享妹妹一份 好吃的好喝的 都得给我留着知道吗 没问题 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跟着你师哥师姐们 还不是拖累他们 才不会呢 你也太小气了吧 师哥师姐才不会呢 他们会有福同享 有难独当的 是不是 大不了 他们打劫我站岗 他们吃了我喝汤了 就知道有嘴花生 懒得理你 马上跟我回去 过一个时辞 面壁思过 跪就跪 走 走了 你要去山上玩了 你不知道山上有野兽出没吗 很危险啊 你怎么跟我爹说的 不过我在山上发现一个 特别好玩的地方 你呀 就知道玩了 什么好玩的地方 也不知道是谁 在那个山洞里啊 放了一大缸葡萄酒 真的 不许再续了 去 徒儿参见各位师父 你们听着 出师之后 我要你们完成的 第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寻找当年崇祯皇帝 留下来的一个铜侠 这个铜侠关系到我们联盟的 一个绝顶机密 本来这个机密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但是现在 是时候把它说出来了 你们一定要切记 每个人都要守口如瓶 徒儿明白 徒儿明白 当年崇祯皇帝 自尽前几年 他就预感到大事不妙 所以提前做了准备 他把皇宫中 还有国库中 所有的金银财宝 全都集中起来 命心腹之人 藏在一个隐秘的地点 并制造了一张藏宝图 藏宝图 那我们找到了 是不是就发财了 除了这些 用以光复大明的财宝 崇祯皇帝 还秘密筹建了三个基地 这第一个基地 现在在台湾 由严平王郑晶领导 二号基地 就是咱们的明珠谷 由我和谷主陈胜南来领导 这第三个基地更隐秘 连我都不知晓 崇祯皇帝 把这三个基地的资料 还有派遣到全国各地 潜伏的大明议事名单中 制作了一本小册子 晋王 那现在这个铜匣在何处啊 清军入关以后 这个铜匣很可能落到清军手中 不过 他们不知道铜匣的秘密 当年崇祯皇帝 集结了大明王朝所有门中巧架 为这个铜匣制造了三道机关 要想打开铜匣 必须有三把金钥匙同时插入 方能打开 如果金钥匙不齐全想要强行打开铜匣 就会触动铜匣的机关 那么藏宝图和名册 将会被损毁 那这三把金钥匙 这三号金钥匙 上面有翡翠事物 是在台湾严平王正经手中 这第二号金钥匙 尚有玛瑙事物 本来是张献忠所得 后来落到了我的手上 这第一号金钥匙 尚有白玉事物 当年由永利帝亲藏 当年我父皇被吴三桂所使 那一号金钥匙 应该落在了吴三桂的手中 只是不知道 是否交给了蜻蜓 此番你们出谷 有两项重要任务 第一 是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铜匣和金钥匙 第二 就是联系天下义士 挑起敖拜 跟康熙之间的矛盾 引发蜻蜓内乱 请师父们放心 徒儿一定尽最大努力 将两项任务一一完成 好 此番你们出谷行动 一切都听太子调情 太子 你就不要再用真实身份 诸此轩 而是用化名礼建青 大家也不要叫他太子 而称他为大师兄 明白吗 记住了 记住了 两项任务 都要先去京城 你们回去收拾一下 明天一早就出发 去京城啊 太好了 从小到大我就知道 京城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 带我去吧 你不能去 为什么 你平时不学武术 吊儿郎当的 武功暗器 奇门八卦 十八般武艺 样样稀松 所以你继续留下来 跟你的师弟师妹们 继续学习练功 这不公平 爹 你就让我去吧 我这谷底班都快要烦死了 我跟朱哥哥雪姐姐 一起完成任务 行不行啊 是啊 大师傅 您就让一欢 跟我们一起去吧 是啊 让一欢一起去吧 大师傅 就让小师妹 跟我一起走吧 爹 太子 你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 那么一欢是留在谷中 还是跟你们出去 一同执行任务 都有你来决定 朱哥哥 从小到大你最疼我是不是 你肯定会同意我去的 是不是 环妹 此番我们出谷 要执行的两项任务 都事关重大 我要对全局负责 更要对你的安危负责 所以啊 你就乖乖留在谷中 继续游山玩水 敲敲快活吧 等我回来 给你带好吃的 爹急诸位师父在上 一欢历来匈无大志 唯愿吃遍天下美食 穿遍天下美衣 还有找其珍贵药材 配助兵器雪抚养刘膏 治好倩盈姐姐的礼 还望诸位师长 原谅一欢为敬出谷 待实现三大愿望之后 一欢再回谷 父亲请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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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们常常夸耀这个机关有多难多难 还不是被我两三下就搞定了 李一欢你真是个天才 来 凡先生 你立刻飞鸽传书给太子他们 告诉他们 一欢已经出谷 让他们务必保护好一欢 既然晋王担心公主的安全 为何还要故意简化机关 放她出谷呢 哎 晋王 七年前 当时我逼不得已 就自所主张 就把公主跟你儿子 给调包了 七年前 我亲手射杀的女儿 竟然是我 大明朝最后一个公主 是我大明朝最后一个公主 我李廷公 罪孽深重了 不 公主尚在人间 当年你那一剑 刚好涉中皇后送给公主的玉佩上 所以公主毫发无伤 这些年 我一直带着她 隐居在明珠谷 现在远在台湾的太子 对我们大明的志士们来说 是极大的鼓 如果让他们知道 大明皇室只剩下一个公主 恐怕他们 就没有复过的斗志了 如今世上 知道太子是你亲生儿子 已婚 才是大明最后一个公主的人 就只有你我二人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传信给阎平王 让她把太子送回来 就说先帝留下遗诏 让太子跟我女儿义欢定金 这样他们所生的子女 也算是大明皇室血脉 我们也算对得起先帝了 好 这安排甚好 义欢 是先帝留下的唯一血脉 只可惜她生性懒惰 又贪图享乐 若一味保护不让她历练 先帝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瞑目的 秦王真是用心良苦 但愿她此次京城之行 能有所长进 看看哪儿人 好看 放好这个 卖鸟嘞 您看我这鸟 鸟儿应该自由地飞翔 不应该在笼子里 您干吗 对不起啊 师父们都说清庭无道 名不聊生 可为什么京城又如此繁华呢 难道是师父们久未出国 已经不知道这个世界变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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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可不恐竜 有什么东西 哪儿 могут你得知 没理由 山湾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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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儿 干嘛呢你 对不起啊 不放水 是 少爷 他们要把这些人压到哪儿去啊 还能去哪儿 当然是菜市口了 菜市口 卖菜的地方 菜市口你都不知道 菜市口是朝廷行刑的刑场 那他们犯了什么罪啊 那车上还有婴儿呢 也要被砍头啊 他们可是乾明的余孽 口口声声要光复大明 这都是特等的大罪 是要诸九族的 当今皇上这么残暴 诸九族 怪不得这些人要光复大明 我说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呢 你信不信我 来 这个小兄弟不够随便说说 不妨试 是 小兄弟 听你的口音 不像是京城人吗 嗯 第一次来 来京探亲房有的 算是吧 主要我想看看此京城长什么样 再吃点京城的美食 其实如果有机会能看到皇上 长什么样就好了 要想此进城容易啊 远远地看一眼也就是了 要是京城的特色美食 京城第一酒楼 一定能帮你满意 但是皇上身居大内 可不是你想瞧 就能瞧见 瞧不见就算了呗 我也只是好奇而已 你们说那暴君 是不是长得轻面獠牙 极其恐怖啊 你胡说什么呢 啊 你又没见过皇上 凭什么说皇上长得 轻面獠牙 还诅咒说皇上是什么暴君 你找死啊 本来就是 我虽然没看见过皇上 可他动不动去株连九族 连生下的婴儿都不放过 不是暴君是什么呀 你要再敢胡说 我就把你 可我听说 当今圣上年少 虽然早已亲政 可朝政依然把持在 辅政大臣傲败的手中 你说的暴政 可不光康熙皇帝的事啊 你说的这些啊 我都听不懂 但我只知道 皇上贵为天子 就要为老百姓负责 既已亲政 还让傲败为所欲为 我看啊 他不是暴君 那也是个昏君 你要再敢胡说 我立刻 他说得对 朕由朝政把持在他人手中 不是暴君 也是昏君 瞧得那把扇子很是名鬼 我还是不要招惹这种人为鸟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饿了 要不然 先把你填饱了 再去找猪哥哥他们 这难道就是刚才那位傅家少爷说的 京城第一酒楼 那全京城最好吃的东西 肯定就在里面了 您慢走啊 客官 您里边请 您请 客官 来 客官 您坐这儿 我要坐那儿 我要看这京城最好的风景 就这儿了 客官 您一个人 犯得着用那么大的桌子吗 要不咱换换 我一个人怎么了 我能吃四个人的量 去去去 给我拿菜单 来 好巧啊 又见面了 原来是你啊 这位大哥 哎 这位大哥 你干嘛总盯住我看啊 我脸上赏花了 客官 他桌子上的菜 给我来一模一样的 客官 那桌还有客人没来 您点那么多 一个人吃得完吗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我让你去给我坐 你就赶紧坐 等一下 再给我来一壶好酒 我要你们酒楼里 最好的酒 好嘞 去吧 京城的鸟啊 走你 我说这位大哥 干嘛一直瞪着我看啊 还瞪我是吧 行 今天你瞪我 那我就瞪你 看谁瞪得过谁 咯 vers了 我看你 我看你 输了 看你还敢动 无赖 这么多好吃的 鞋吃哪个 尝尝 不太够 听说你们京城最好吃的是烤鸭对吧 去 给我拿一只 客官 您点的这周菜 足够四五个壮汉吃了 烤鸭你吃得晚 什么意思啊 怕我吃不起是不是 我有的是钱 给我挑的是肥的啊 客官 客官 烤鸭 嗯 烤鸭 烤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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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人家吃起饭来 跟头牛一样 哈哈 我花你们家钱了 穿你们家衣服了 是你们家饭了 看不出来 你不仅那时量大 脾气也挺大的啊 今儿我就替你父母好好教训教训你 改给你的臭毛病 不然以后 可娶不着媳妇 想教训我 小爷请你们吃鸭肉 不 找死 挡横是吧 各位 来这京城第一九楼 都是寻开心的 兄台 何必跟这位小兄弟过不去呢 你是谁啊 要你多管心事 在下龙三 小二 来了 怎么了 几位爷 这样 你给这位客官加几个好菜 再加一壶好酒 都记在我账上 在下 替这位小兄弟 向你赔个不是 来 几位爷消消气 这边请 小二 这些银子够不够 够够够够 用不了这么多 剩下的都赏你了 谢谢爷爷 果然是个富家公子 有钱扰不起啊 别以为你替我道歉 我就会感激你 小兄弟 看你那么喜欢吃美食 这个呢 是我自家带过来的糕点 外面吃不到的 赏脸一瓶吧 这可真好吃 你们家厨子可真厉害 你那个大个子跟班呢 好 我让他出去办事了 可惜我吃的太多了 这也吃不下了 小二 来了 你帮我把这些裙都包上 我要带回去 好 那请先结下账 不用找了 这不够啊 这可是整整一吊钱啊 拿去 这还差得远呢 这回够了吧 只够个零头 这么多钱只够个零头 你这京城第一酒楼的菜 也太贵了吧 这些钱都是我跟我兄弟姐妹 一年的历钱呢 这儿可是京城第一酒楼 可不是你们乡下的草棚子 小贩馆 你看看 看看咱这桌布 看看 再看看咱们店的陈设 我跟你说 除了皇宫敢用黄色 普天之下 没人敢用黄色 唯独本店 对 为什么 因为本店是先皇特许 这样吧 这顿饭钱 我来出了 钱吧 虽然我知道你比我有钱 但是我也知道 无功不受勿 这样吧 我能不能先欠着 等我哥哥来了以后 再付给你 可以啊 但是把你刚才掏的那块玉 押在本店 带着这块玉 赶回客栈 晚上会有别的叔叔 借你回明珠库 义父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跟你在一起 义父 义父要为 刚刚被绞死的那几个人收拾 这件事情太危险 你不能跟着我 那些被绞死的人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义父为什么要去给他们收拾 你还小 你不明白 记住 这块玉 是你亲娘 留给你的最后遗物 也是唯一 能证明你身份的信物 你千万不能把它弄丢 弄脏 不行 这是我娘死前 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不能给你 那客观的意思 就是要吃霸王餐了 小兄弟 这个京城第一酒楼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礼尽天下身怀绝技的能人意识 所以呢 你要是有什么绝技的话 能露出个一两手 这样的话 就可以免了这顿餐费 对对对 如果你实在没有现银的话 可以露手绝技 给大伙瞧瞧 那什么样的绝技啊 来 小兄弟啊 你看到这上面 挂着字画了没有 只要你能提一首诗 写一首好字 或者是画一幅画 就够格了 不瞒兄台 诗词歌赋 书法绘画 我样样都会 但是 可能比不上这上面的墨宝啊 若是小兄弟 觉得自己文采稍训的话 那会不会什么别的 比如某种乐器 舞蹈 或者武功杂役 没错 乐器嘛 我会好多种 舞蹈杂役 十八般舞异 我也都会那么一点点 但是绝技 恐怕还谈不上吧 原来客观所学杂而不惊啊 你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这个小兄弟啊 年纪轻轻的就什么都会 已经是很难得的器材了 这样吧 小兄弟 你就挑你最精湛的技艺 来露一首 看看是否合格 若是不够格的话 我来给你做担保 等你找到你哥哥 再来结账不迟 好 就听龙少爷的 挑个您最拿手的 来一个给大伙瞧瞧 好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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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兄台 来 他要干嘛呀 小兄弟 小兄弟 你这手上功夫 虽说不上如何 但也算不错 好 原来小兄弟 最擅长的是轻骨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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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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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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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我可以走了吧 当然可以 还请您留下高兴大名 下次再来本店 请您名字可以打成 姓名就不必了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你这京城第一酒楼的一顿饭 够我跟我兄弟姐妹过一年了 先撑了 没想到来京城的第一顿饭 花了我这么多钱 还没找到猪哥哥他们 就变成穷光蛋了 要是再找不到猪哥哥的话 那我就要露宿街头了 等会儿那个龙三出来 他往那边走 我们跟过去 然后把他抓了 龙三 兄台 小兄弟 我这样追上你呢 来 兄台 小兄弟 不要闻了 刚才我看到几个江湖人士在打手语 他们好像又对你下手 不会吧 我平时极少出门 没有什么仇家 你当然是没什么仇家了 但是你殿殿没有教育过你吗 出门才不可外露 估计啊 是盯上你的钱了 我这个样子很有钱吗 一看你就是一个 不经常出府的大少爷了 没什么江湖经验 你啊 虽然穿了一件普通的仇衫 但是你手上那个玉搬着 还有你的帽子 跟腰带上镶嵌的美玉 都是极品品种 再看看你这把古扇 这扇面 是黄庭间的真迹吧 足以买下这整栋酒楼了 我倒是忘了这些细节了 小兄弟 你真是好引力啊 其实在下的能力呢 不光是刚刚在楼上说的那些 我对鉴赏古玩玉器 也是不在话下 多才多艺 真是多才多艺 不知道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我们交个朋友吧 你先别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先问你 那个 就我小辫子 你那个大个子跟班呢 我原来还带了几个跟班 不过都被我派出去办事了 我们约好了 在街角转头的那个 书画斋门口碰头 如果你这样一个人出去的话 估计你也走不到书画斋了 那怎么办 这样吧 看在你刚才帮我解围的份上 又请我吃了一碟点心 我来帮你 先帮我开个房间 我来帮你 问我 就像我用这儿 我们对头 你 我来帮我 你 对 我来帮我 我来帮我 帮我 这样anya 我来帮你 也就是 陌生地 还有 有什么视频意思啊 那就多写小兄弟了 想不到 这天字脚下 北京城内 光天化日 还有人抢劫绑架 也难怪朝廷 会实行严苛的刑防 亏你还保读诗书 这什么狗屁道理 推行暴政 我虽然不懂国之大事 但是我也知道 唯有人证 才能治理天下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换衣服呀 买风车 买风车的 包子 看一看 买包子的 不愿意有风车 不愿意有风车 看 买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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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龙三 怎么样 中了小爷的 金蝉脱鞘之计了吧 傻了吧 那个龙公子 我们跟了好久了 今天就是你 坏了我们的好事 所以你们想干吗呢 快 完了 完了 这下惨了 我们三啊 我不过吃了你一碟点心 却要把一头命赔给你了 你肯定会误会我 顺走了你的财物 在背后骂我 见利妄议不讲信用 真的是冤枉死我了 少主 今天有人破坏我们的计划 好 什么人 这个人的声音 好熟悉啊 放下 来 把绳子解开 朱哥哥 朱哥哥 怎么会是你啊 少主这位是 她是我的小师妹 易欢 这些 这些打架结社的人 您认识啊 你别胡说 她们 都是我们联盟的好兄弟 易欢姑娘 刚才真是多有得罪 没想到我们居然是 大水冲了龙王庙 你们为什么要接那个龙三啊 京城的达官贵人们 都爱去那第一酒楼 所以我们在酒楼当中 也安插了眼线 方便我们打探消息 这几天来 我们发现那个龙公子 经常出现在第一酒楼 暗中查访各种民间消息 行迹可疑 出手又非常阔处 所以我们打算绑了她 盘问盘问 顺便 从她身上落点钱财 用作咱们联盟的活动经费 没想到啊 却让你给破坏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不知道你们是自己人 我还以为他们 是绑架良民的土匪呢 我一大早 就接到师父们的飞鸽传书 说你也来了京城 让我务必保护好你 我正想着 怎么才能找到你 没想到 我们竟以这种方式 见面了 这家磁行药铺 是咱们联盟在京城的 据点之一 掌柜的 还有店里的伙计 都是咱们联盟中的兄弟 我现在的身份 是这家店里 新聘的座堂郎中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在外人面前 要叫我李建青李先生 不许再叫我朱哥哥了 知道了 朱哥哥 叶哥哥 雪姐姐 樊姐姐呢 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了 我呢 在指挥兄弟们绑架龙丝 没想到 却歪打正着碰上了你 对了 你为什么要帮龙丝 这个嘛 我先进去换件衣服 出来再跟你说 你就因为吃了他一碟点心 就去替他冒这个险 其实说实话 我根本就没想着要去冒险 我本来想着以我的轻功 就算打不过那几个乞丐 也是可以逃跑的 你呀 从小练功就不肯用功 又很少出门缺乏江湖经验 这次幸亏是遇上了 咱们自己的人 不然 你现在就了 你让我怎么办 朱哥哥 你平时不是很讨厌我的吗 总而嫌我这个嫌我那个的 我要是死了 你不就少一个大麻烦吗 呸呸呸 胡说什么呢 一点都不知道机会 赶紧呸一可 好 我呸呸呸呸呸呸 我什么时候讨厌过你 你是故意气我了 是不是 我开玩笑的嘛 行了 朱哥哥 我得出去一趟 不行 不告诉我你去哪儿 别想出这个吧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放心吧 这次我不会再出事了 我只是想把这个东西 当面还给龙三 这个龙三身份很可疑 你要多留一个心意 见到他 仔细打探一下他的定性 知道了 朱哥哥 走了 你当心点儿啊 我们家少爷等你好久了 你一直没来 这不 龙三少爷有点急事就走了 他就这么走了 龙三少爷 叫我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你 那他临走前有没有说什么 他不会误会我不讲信用 把他东西都骗走了吧 这怎么会呀 龙三少爷 从不把身外之物放在心上 倒是对小兄弟挺关心的 他跟我们说了 一旦有你的消息 叫我们马上派人到他府上 去告诉他一声 他是哪家府上的少爷啊 这个 这个我就无可奉告了 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把这些东西当面还给他 以免他误会我 龙三少爷说了 这些东西就全送给你了 就当你对他帮忙的一点谢意 这 这些东西都很值钱呢 他全都送给我了 龙三少爷 对你倒是很欣赏的 还想和你交个朋友呢 小兄弟 请问你尊姓大名啊 那既然他也不肯说他的真名 我为何要坦诚相待呢 好吧 既然他都送给我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兄弟 那以后如何联系你啊 告诉龙三 有缘自会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crofibur 演唱歌唱——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仙风雨滋在云端 花开之间 柳红铁掌心情圈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满世怀烟 心中喜流 回远方清泉 回首一生 路满满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世欢颜 书记许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入梦 心千秋 八千秋 心千秋 一生 一生 闪